我就怕你表述不准 你到时候来了我再给你看见 那不是都不好看 你说烧五百 你心里都从平地产跑过来也管难受 我现在真还了给他卖了 这也开不了 就俩车味 那个听回去了特斯兰 我一上班就不证 你当时就换了这个机局 换了个这 我主要有点强迫症 我老是感觉这个车那点 它会有点痘呀 你痘了其实换了机局 明天感觉还是有点痘 对我跟你说 这种东西我开车也是 原来我开了个双离合了变速箱 我老感觉变速箱宠 那时候还在载包了 我就塞点缩配个那个离合器片上了 弄了之后还是痘 它就是心里的毛病你知道吧 它就是心里毛病 你换完之后它还是痘 来看一下这个命牌 17年10月初的厂 1.5T的排量 别克UncleV精英版两驱的 是那边的门上有话很帅 卫张上了又没 都处理好了没卫张 没有卫张上了 没有卫张上了 哦这俩这俩地儿 有个话很 这真长 这要一补的话得补两个面 相当两个面不起 你要蹭一个门的话 就是一个面不起了都 这没事跟你描述了一样 钥匙了 那我打下车 那那一会咋回去了 坐高铁还是坐火车 坐高铁吧 那我这也给你送到高铁站不住了 那吃饭了没 你吃饭了不用管 我送到地铁站 我这也给你送到高铁站吧 钟爸 我给你送到高铁站 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 跑了6万5千多公里 全景天车 手续了哥 我干下手续 盖着厚子 所有的东西都盖着厚子 买回来就是说当安排 到镇上还是在当安排 送的北极不是啥都没套出来 不看了 17年12月山坡10月出场 那个车辆状态我看一下 脚管12123 是不是结了名让我看一下那个状态 这就是看着关系 回来得补补齐 这样你估计得收拾收拾 你补补齐的话这补补不好看 太不好看了 还不乱媳妻吃 还是我太肉吃的 可能让他太过去 领究是吧 啊 知道可以 那个 咱就长话短说 也不耽误那时间 来时候不是说了 七万六 咱就看哪个价 你把那个教演钱发给我 以后上大老爷跑过来 我也怕你给我秒数不好 万一我再给你压价 那不是显着不好看 我就怕你秒数不准 你到时候来了 我再给你看价 那不是都不好看 你说少五百 你心里都从平地上 跑过来一关难受 我本来想着第二个买卖 然后直接能跟你联系上了 我直接 相当于这又多跑了一趟 多跑 昨天没看微信 六万四 这就连回逮着 两趟 四百公里 哦 四百公里 六万五 你卖肉裸底多少钱这是 你买肉裸刹价子十九万多 十九万多 一七年了是 十九万多 你脚牙睡下来 这是二三 二十二三 现在买七万多 白了 你昨天你问了人家给你多少钱 你是跟哪儿问了 我就给特斯拉里头 七万嘛 他那时候直换 然后他说也是第三方 计划有那么合作的 他跟我说是 七万五到八万之间 他说七万大鸡 那你昨天咋不买了 然后我走了路上 他说我回过电话 他说最早给你出到七万五 啊 七万五 啊 然后 我说来哪 我回酒 我 他是个皮烟肤 我说啥给你 知道 你都烦我 因为我老是看了 我视频 他比较真 我跟你说 别的我感觉 那东西都很严厉 我跟你说 你这车你来找我买 只要你描述了 好 就是有的时候我去找你 或者你来找我 你就是跟我说了 城管一样 我不会压你了钱 除非确实 你跟我说两处不起 你这这又不起了 那这又不起了 咱肯定 我得压你了钱 是不是 咱说好了 啥城管 我倒了不是哪回事 我肯定得让你稍微借 还有那个卡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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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